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名称来自中国作家于杰的一本书 《中国影帝温家宝》 这本书当时轰动一时 因为能出书讽刺批评现任国家领导人 这种行为应该说在历史上是非常的罕见 目前这本书的作者于杰先生已经移民了美国 但是他留下的这本书和这个绰号 对前总理温家宝来说 持续的输出伤害 气得他喘不过气 紧跟着2012年 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发表长篇大论 直指温家宝利用职务贪污27亿美元 报道称温家宝90岁的母亲 在平安投资的股份 在2017年就高达1.2亿美元 2013年这个报道又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 普利策Prize这个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 它的地位就等同于电影界的奥斯卡金像奖 这一通操作之后 文总理的人设算是声名堂吉名扬海外 如果是那边影帝温家宝气得他喘不过气的话 那这个普利策奖就气得他差点没咽气 2013年退休之后 金盆洗手 从此江湖再也没有他的传说 然而就在前几天 这位前总理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我的母亲》 看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 就是一篇普普通通的 抒发个人情感的文章 但是引起了华语媒体的极大的兴趣 因为确实 这篇看似平常无奇的文章当中 隐藏了很多政治的彩蛋 比如我们看这一句 妈妈和爸爸一生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 全靠微博的工资度日 此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积蓄 这俨然就是在回应纽约时报的记者 但是这也说的有点发力过猛 毕竟影帝的实力它体现在表演上 这个写剧本的功底还是非常的拙劣 大家解读最为活跃的 就是文章的最后一句 这位前总理称 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那里永远有对人心 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 永远有青春自由 奋斗的气质 我为此呐喊过 奋斗过 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 也是妈妈给予的 还没想到啊 堂堂的前国家总理 对中国也是如此的失望 你看他说啊 我同行穷人 同行弱者 反对欺辱和压迫 那说明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穷人 到处都是弱者 反对欺辱和压迫 那就是说到处都是欺辱和压迫 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那就是说中国还不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那里有对人本质的尊重 那说明啊 这个国家没有本质的尊重 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 那说明现在的气质就是封闭颓废 老太隆忠 这就等于毫不隐晦的说啊 对中国现状十分的失望 可能就因为这个负能量的调性啊 这篇文章竟然没允许在中国大陆传播 至高无上的前总理啊 竟然千里迢迢地跑到澳门去发表这篇文章 正所谓啊 物是人非 事事休 欲泪先流 说多了 多少眼泪啊 当年叱咤风云的三号人物 竟落如此地步 大树无知 向北风 十年遗憾 弃英雄 草木野之仇 韶华净白头 试问天下五毛 何人解军仇 啊 所以呢 连前前总理都这种态度啊 我也不知道那些五毛 哪里来的勇气继续赞美 人吧 就应该面对现实 连中国第一影帝都说的实话 我建议一些五毛和资干五啊 重新架构自己的世界观 不然肯定死的比影帝还惨 好啊 下面这个单元呢 话风大转啊 我要同情一下影帝 有人说胡温时代是最没有作为的时代 这个我完全不同意 相反我认为啊 胡温时代已然走向巅峰 如果谁反对我的说法啊 我只能说 谁把巅峰想象的过高 我们一路倒退 这个呢是不争的事实 那些韭菜啊 被割了 还替镰刀数钱的人啊 你天天赞美祖国 连影帝的话都不信 我就问啊 你的生活质量 跟你钱比怎么样了 你拿一张毛爷爷啊 去超市 能买点啥 而你挣一张毛爷爷 需要多长时间 所以啊 比起胡温时代 我们的生活质量啊 其实是退步的 如果我们逆向思维看问题 至少他还在用心的表演啊 他守住了一个演员的道德 他的表演可以让你动容 可以让你落泪 可以让你对明天还充满着希望 比起现在的官员 难道这不是道德底线的上限吗 演员怎么了 演员也要受到尊重啊 谁在社会中不是演员呢 谁不戴着面具 夹着尾巴做人呢 14亿演员就一个影帝啊 怎么就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呢 而且我们要理解总理的工作 你想一想啊 中国是什么制度 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 国务院呢 就是一个行政的单位 立法权和司法权呢 在全国人大那儿 所以从功能上说 国务院呢 就是一干活的 没有立法和司法权呢 你就没有办法直接推动政治建设 就好比啊 你拍一部电影 中国人大就是导演 国务院呢 就是干活那帮演员 导演说啊 这部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演员就按着经济建设演就完了没 你敢惹导演吗 你敢惹导演啊 导演就把你所有的戏份剪掉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朱镕基的下场 他是中国唯一没有连任的总理 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个影视圈内部的事我就不解析了 有着前车之鉴呢 温家宝啊 就比朱镕基呢 要温和许多 同时因为资历的问题呢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啊 排名当中呢 位于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之后 也就是俗称的三把手 或者叫三号人物 这个身份呢 可能也奠定了他低调的态度 据说他本人呢 也非常的朴素 和他朱光宝气的妻子啊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加上那个年代的管制呢 也不是很严格啊 那个年代呢 你是可以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 使得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啊 一落千丈 再加上权力的卸任 人走茶凉 他本人呢 感到非常的抑郁 他的第二个任期 我正好是在北京闯荡 那时候没看见纽约时报报道之前呢 就感觉 这老人家不错呀 不注重穿着打扮 经常下到衣线 穿一双运动鞋 闯遍天涯 对老百姓嘘寒问暖 无为不至 自从啊 2012年 我看了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之后呢 我这 肯定就产生了无数的负面印象 我相信呢 这也是纽约时报 想要达到的目的 我知道啊 中国人可能都知道 无关不贪 他看了这个报道呢 我就还是很震惊 因为他跟长期宣传的人设呀 还是相差太远 可以说啊 对社会极其的失望 那时候我在北京生活呢 也不是很好 因为我比较喜欢讲真话 领导呢 也不太喜欢我 当时我就很不服气呀 为什么虚伪的人 反而能得到社会的地位 能得到金钱 而我自觉的是一个真诚的人 却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真的是人生的最低谷 我实在是忍耐不了那些虚伪的人 然后我就辞掉了工作 无所事事 每天考虑国家的未来 我告诉我自己 还是努力做一个真诚的人吧 努力做一个好人 哎呀你别说啊 俗话说好人有好报 辞了工作一个月以后啊 我处了七年的女朋友啊 也离开了我 还真是啊 人生跌入低谷那种心情啊 真的是无法形容 我这人你说也不抽烟 也不喝酒 一般有了负面情绪呢 我就写写东西 写个文章啊 写个诗歌啊 但那天呢 我实在无法排解情绪 甚至气得把之前写的东西都撕了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 坐着公交车 漫无目的地在北京游荡 这车呢 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啊 广广乎乎的 好像还睡了一觉 最后坐到终点呢 我就不得不下车 下车的时候呢 一抬头呢 看见一行标语 这下车门上写着啊 上面写 北京公交温馨提示 为构建和谐社会 请小心扒手 保管好您的贵重物品 当时啊 我是一扫阴霾 乐不可知 乐得我把这个分手的事都忘了 这不正应了中国大陆那句俗话吗 真的是和谐社会救了我呀 但是我理解那个时候的和谐社会呢 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社会默契 贪污呢 是我们官员自己家的事 跟你纳税人没关系 民不举 官不咎 咱们就这么和谐的过日子吧 当然这个只是官方的 还美丽的想法 现实生活中呢 和谐社会呢 就成了人们的笑柄 至少在我的圈子里哈 大家看见温家宝四处的表演 也就是会心一笑 这个会心一笑呢 不一样的人群啊 有不一样的原因 高级一点的人呢 想法就是虚伪才是真实的社会 他们一笑呢 就是接受了虚伪 想法简单一点的人呢 就是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 活着就挺好 你像我这种无所事事的啊 成天呢 就是唠叨 什么是民主啊 什么是投票制度啊 什么是三权分立啊 大部分人呢 看到我的这些言论之后呢 他们就觉得 我不太正常 比和谐社会还可笑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我现在反而非常感谢当年嘲笑我的那些人 我只想对他们说 冷漠的人 谢谢你们曾经看清我 让我不低头 更精彩的活 就让那些往事 随着影帝的退休 一起消失吧 我是平凡 咱们下期见